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乐生园区的维护 关心乐生愿民的权益的所有朋友都应该积极坚持我们要捍卫乐生的人权 大家知道乐生愿的拆迁是台湾首次获得联合国最高人权委员会关注的案例 现在民进党政府大家都在谈说台湾要国际化 要走入国际 要入联或是反联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联合国关注的人权的议题 你必须要符合国际上的这个标准 你才有资格说你要踏入国际 那么在乐生这个案例上 政府到目前为止的作为都还是不及格的 停止被害乐生人权 停止被害乐生人权 反客签 反过签 定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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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在这里静坐 然后我们要等 接下来要来到这里的陈水扁总统 吕秀联副总统 要求他们给我们回应